香港有谢霆锋 当年挺叛逆 02年的时候开车把人给撞了 让自个司机顶包 结果香港司法马上就把他揪出来了 揪出来当时就给他监禁14天 然后在社区得干满多少个小时 万幸的是像张默像谢霆锋 没有出现像李天一这样的处犯刑事犯罪 所以你看他们后来一点点张默 你看现在拍了《让子弹飞》 拍了《1942》 很多人认可 尤其《1942》里的宣著 说张默演得真不错 而谢霆锋这几年在演艺事业上 风生水起 凭借着谢人还得了金像奖 就是他们到了一定年岁之后 该立事该懂事 那种青春叛逆期过去了 他可能各方面就逐渐走向正轨了 但遗憾的是李天一 还正处在这个时期 而正处在这个时期 偏偏谈上了这样的事 那么除了他自身素质就有点问题以外 更重要一点就涉及教育 这个事出现了之后 几乎绝大多数人都认为 一定是李双江梦哥这个教育有问题 很多人把李双江两口子 以前上鲁鱼有约 这个节目也翻出来了 讲过去怎么疼孩子 孩子肯定不会学坏 我们给他都是正面的东西 孩子现在正是处于一种青春期 他很有个性 他很有棱角 那他才叫孩子 所以你想让他那么听话 那么规矩 按照你的意志 你话说 他不可能 他要不照你的手 那是正常的 照着你走 他就有病了 你现在看起来 这个证明了中国古代 一直到现在的一句话 灌不如沙子 灌棒除孝子 恩养无一郎 太灌着孩子 肯定是没好处的 那么很多人都从 李双江教育孩子这事上 要细取教学 毫无疑问 你能说李双江两口子 不重视教育吗 打小对孩子 你看 又让他学钢琴 又让他学书法 等等等等 而且这孩子 个人技能确实也不错 你书法也得奖 钢琴也得奖 称得上 叫小青年钢琴家 都这个称号了 可是你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李双江对孩子教育 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你首先一个 溺爱孩子 可能这孩子 要什么都给他 15岁就能开 他母亲的宝马车 改装他花好几十万 15岁这不到 拿驾照年龄 你想想 这爹妈天 这个都不懂吗 这么成不懂规矩了吗 再一个 当他出了事的时候 也一定是自己的爹妈 多方出面 能够给孩子白天 所以这孩子 一点点养成 我飞扬跋扈可以 谁也动不得我 那孩子形成这样一种思维 能说 跟爹妈没有关系 现在中国都知道 说独生子女 难教育 所以你看 家里什么资源 都是他的 他从小就没有 尝到过那种挫折感 就是我想要 我东西得不着 不像说 我们小时候 家里兄弟姐妹多 我想要这些东西 你得渴着 上面有姐姐哥哥 下面弟弟妹妹 所以你打小就知道 我得不到之后 怎么调整 独生子女 啥都能得到 所以他一旦遇到 得不到的事 比方说 这车主 怎么这么汗室 不给我让道 这女孩挺漂亮 我动歪心思了 他一旦要 怎么得不到的时候 他就可能采取 非常手段 资源就该是我的 都渴着我来 所以人家说 独生子女难教育 其实独生子女里 最难教育的 恰恰是一些 强势群体的独生子女 一些明星啊 富人啊 这样的孩子更难教育